我们两个原本是初中同学 一直保持着联络 直到两年前在朋友的撮合下在一起了 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很甜蜜 他很体贴照顾我 是个不折不扣的暖男 可后来我总觉得 他的心里并不是真正的有我 我总觉得自己走不进他的世界 他不让我见他的朋友 他的父母 甚至做一些重要的决定 也从来不过问我的意见 这样的爱情 我真不知道该不该继续走下去 掌声有请这一对掌声有请 男嘉宾小超22岁来自安徽 女嘉宾小倩22岁同样来自安徽 来有请有请两位有请 欢迎两位初中同学是吧 现在谈恋爱几年了 两年 你们俩现在是同一所学校吗 不是同一所学校 在同一个城市吗 我在一块 但是就是后面 就是大四前一段时间就是实习嘛 那我们就回到家也就在一块了 就之前大三一段时间是不在一块了 就也异地过是吧 今天谁要来啊 我要来的 要干嘛呀 刚开始我跟他处的时候不是异地吗 就觉得他挺不错挺关心人的 但是到后来我就不在异地的时候 我就感觉他真的在很多方面 他都不在意我 然后心里面根本就没有我 那你来干嘛呢 就是因为我们俩老是分分合合 吵吵吵吵的 然后分也分不开 我也是挺纠结的 分也分不开 合也合不了 就这样 怎么了 你们分过几回手啊 他和我之前也提过两次分手吧 就两次了啊 今天你为什么来 是他这里要在这边来的 哦 来说说吧 怎么了 刚开始我们在一起 就是都回老家的时候 还喜欢他都 每天都会给我 就是我们一起出去玩 就给我准备一杯热水 因为他知道我胃不舒服 然后还给我准备一份早餐粥 就是每次跟他早上出去玩的时候 但是到了后来 就是很多事情就浮现了 就发现他真的是心里面没有我 哦 就比如说我们两个家境都不错 虽然现在都是学生 但家里面都是还行 但他都是对我特别小气 对他的朋友都特别大方 还有对他自己 哦 就是我们俩不是一起出去玩 是一起出去吃饭 然后每次吃饭吃着吃着 他就不见了 他就各种事情就走了 最后都是我买单的 是每次让你买单吗 其实也就那么几次好不好 然后咱们也是说好 之前都可能说好了 就是什么 在一些高消费的地方 就贵一点的 我请他吃嘛 男生请女生 那便宜一点的 那有时候他给了就给了 还有就是 他有一次约我去武汉看演唱会 他说他什么都是他来安排 我也是挺放心的 结果我到那个店 他给我弄的那个住的地方 就是那个小女馆 挺好吗 那个卫生间都有味道 特别重的味道 然后到半夜十二点 都是都没有热水 就有冷水 他我洗的都是冷水澡 吃的也不行 也都是那种地摊呀 就没有名气的小餐馆 卫生都特别差 那你想怎地呢 你又不挣钱 但是他行我去玩的呀 他就有必要搞那么差吗 咱们都学上 也没什么固定经纪来源 对不对 那出去旅游 那你还请他去旅游 那就有时候搞 那总得追着精神想住吧 那也得出去吧 完了住那个 我订那个青年旅社 其实就是卫生间 挑战差点吧 那住的地方其实也可以吧 然后咱吃的东西 咱去那干啥 去演唱会是不是 你就非得去吃那些好吃 就高消费的地方 去吃干啥吗 咱随便吃点凑合一下 不就行了吗 我没说要什么 非要高消费 就稍微环境好一点吧 你说我们吃的不行 住的不行 我也就忍了就算了 咱们去是看演唱会的 可是他呢 他给我订的票是看台票 不仅是看台票 而且还是最后一排的看台票 前面那些粉丝 都拿着那个什么 宏观灯的让你喊呀 然后站起来了 我在后面 我压根就看不清楚 舞台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然后音乐的效果也不好 我都不知道 我是去看演唱会的 还是干啥的 你的意思就是 他很抠门呗 嗯 他有什么事对你抠了 就是他不仅对我抠 他对我的闺蜜 还都特别抠 他对你抠 当然对你闺蜜 他对你抠 对你闺蜜不抠 就麻烦了 就真麻烦了 怎么了 我就说 带他见我闺蜜 让给他们介绍一下 然后我就听了一家 人均一百多的餐厅这样 然后结果他知道了 他就不高兴 在吃饭的时候 甩脸色 为什么 那次吃饭 就是他也没有 很提前跟我说 我也没准备 我去了以后 他那些闺蜜 一个都不认识 然后他们在那聊天 感觉我在那坐是吧 他们聊天也挺局数的 我去那旁边取快递吧 我就牵走了 你买单了吗 那我没买单 就半仙也不贵 七百块钱 半仙你半仗 跟我轻轻计较吗 我不是究竟这个钱的问题 我就是觉得 我们是主人 他们是客人 就感觉他是有脸色走的 然后我们就在那里 特别尴尬 然后你说以后 我跟我闺蜜们相处 还怎么站得起来呀 脸都没有了 那你也看不着 当时因为这个事 在跟我生多长时间的气 好长时间都不理我 我费好大功夫 跟你道歉 然后怎么着 你最后还跟我和好的呀 可是和好的之后 我就发现 他真的是越来越不在意我 也不在意我的心意 我给他买了什么 手套啊 手表啊 全都给弄丢过 那次我给他吃的那条围巾 都是花了我好长时间 两三个月的 他直接他也给弄丢了 真的很伤心 围巾呢 围巾呢 那我围巾我也不是故意丢的 那确实后面我也找了 找不着了呀 当时也想了 想了一个地方 回去找了 也不是没找 是不是 你就说你愿意收拾呢 我就是觉得那挺麻烦的 这也放 都是放盒子里边 倒收拾 那家里边倒都是盒子了 那我觉得 就也不好呀 你这是不是强行所难呀 他说的都是一些借口 他就是心里面 没有我不在意我 他不在意我的心意 就算了 他还不在意我呢 就上一次我过生日 我在家待了一天 我闺蜜约我出去玩 我都没去 我就心里面想着 他可能还在给我准备 什么礼物 什么惊喜了 结果礼物没有 惊喜没有 连人都没有 一句祝福语都没有 那你还不跟他分手啊 就我心里面有他呀 还是我给他打电话的 然后结果我发现 他那个时候 正在外面 跟他的朋友一起喝酒 随便跟我说了 一句生日快乐 然后随便说了两句话 就挂电话了 那我当时监视院里边 不跟你说生日快乐了吗 我就觉得 你这样过生日的东西 你小孩不会跟我玩完 算了吗 大人你过不过生日 过不过都可以嘛 无所谓的都是 人家还是小孩的 哎呀 他都说成年了 都成年了 你说 那都是 你过不过生日 你是不是都长一岁啊 那真是在这吧 你不是不过生日 你就小一岁吧 那不过生日还行 是不是对啊 你过不过都一样 那你谈不谈恋爱 不也一样吗 那不是 那有啥不是呢 那我跟他在外面 就挺开心的 没什么其他的呀 我感觉 那人家不开心呢 过个生日也没个祝福 这也是 他有时候就耍小兴子 其实也没啥其他大事 不是我耍小兴子的问题 我就是想着 跟其他的正常的情侣一样 过过 像他们都过什么 情人节纪念日之类的 我就不说这些了 我就过我生日 你人不在 你连我生日你都记不住 你就是心里面没有我 你才会这样 所以你就走啊 然后对啊 我那个时候就 我就真的 那是很伤心 我就第一次跟他说了分手 可是他听到我说分手之后 就去学我特别喜欢吃的菜 然后还准备了烛光晚餐 我当时心里就想着 他一个大男生 还学着搞这些 说明他还是对我有 心里面有我的 明白了 你不说谈恋爱 就应该平平淡淡吗 干嘛搞这些烂七八糟的 女生生气了 那不得想想着 也就是说你还是懂是吧 你也会是吧 你只是不想是吗 这不想麻烦吗 你看你看你看姑娘 你看嫌你麻烦 你看那没办法了 他就是心里面没有我 反正他那次就是 没你就走啊 因为我心里面有他呀 他也跟我和好 而且他都还挺诚恳的 就一直跟我道歉啥的 然后我就心软了 我就原谅了他 然后呢 然后就有更过分的事 就是我跟他一起出去玩 我就用他手机去拍照 就无意中发现 他手机里面 竟然还有他那些 前女友的照片 我就拿着手机问他 我说你怎么还有他们照片 你留着干啥 然后他就乐呵呵的 无所谓的态度 而且还不删 这些女朋友的照片 那说白了不都是 之前的事情吗 咱们俩现在在一起 跟之前那些人有关系吗 跟咱们现在 反正没有影响 我放在那儿放就放着呗 你非让我删了干啥呀 好你说没有影响 他不在意他们 那他为什么还要把 那些照片给留着呢 问他 你就是心里面还有着他们 就是想趁着我不注意的时候 还能和他们勾搭勾搭 反正我那次真的特别生气 我就感觉他就是 心里面没有我 我就又跟他分手 我就说咱们分手吧 这就对了 但是呢 他听到我跟他分手之后 他又态度特别诚恳 就过来跟我说和好之类的 还当着我的面 把那些照片给删了 我就心里面想 他 我没备份 我就当面都删掉了呀 然后那从巷尺里边删 在LiveLive都给清空了呀 当他面都给清空了呀 你看你还行 所以你又回去了呗 对呀 我就心软了 看到那样 我就又跟他和好了 那你现在来干吗呀 之后我就发现 他手机里面 还有跟其他女生的一些 艾演聊天信息 而且还带着他们去吃饭呀 看电影啥的 我跟你那些女生 有时候聊的来 聊整头机的 你加QQ微信啥 平时聊聊天 这很正常嘛 那不能就只咱俩聊天吧 是不是 然后聊天的时候其实也没啥东西 然后你就是战友欲比较强 见不到我跟其他女朋友聊天啊 什么我战友都比较强 就是你跟他聊天我都看到了 还有去看电影干啥的 不都是情侣之间干的事情吗 你没有女朋友啊 你为什么非要跟他们一起去看电影 你说你能不能什么事都咱俩一起去吧 那总有点存心空间 其他跟其他朋友出去玩 那出去玩现在也没啥玩的嘛 吃个饭看个电影都很正常的嘛 你就是这样 你一点事 你就拿来说 那出去还能干啥你告诉我 就看个电影什么的 电影里面那么多男女的 都是情侣啊 肯定不是啊对不对 可是有一件特别过分的事 说 就是他后来不是要到学校去准备考试吗 然后他提前就去了 结果呢 他去学校的当天晚上 他今天连夜赶火车去找他的那个什么女同学 那件事是不是事出有因 那个女生我认识他很久了 关系都特别好 之前你也知道那什么跟你说过了 然后但是当时人家在外地 小公姐在外地上学对不对 当时那边也没有亲情捧啥 打电话给我当时电话那边哭特别伤心 做自己失恋了什么的 特别伤心 我怕再干傻事出来 过去看看他 安慰安慰他怎么了嘛 那后面是不是怕你担心 怕你误会 都给你一无是解释清楚了 都给你解释干净了呀 是你是跟我解释了 可是你是什么时候跟我解释的呢 你发生之后你才跟我解释 你就是因为心里面没有我 所以你事前根本就想不到我 等到后来哪一天就想起来就跟我说了 而且你就那么心疼他 那你连夜你赶过去找他 你就没有心疼过我吗 他是你女朋友 还是我是你女朋友呀 你就这么不爱呀 反正那次我真的特别伤心 他就是心里面没有我 他才会做这些 当时我就跟他说 要不咱们就等这一段时间 再考虑考虑我们之间这样的关系吧 你这么说完以后 我是不是特别着急 然后我就买了飞机呀 赶紧从学校都赶回来 我给你道歉 把事情给你解释清楚了呀 是确实是的 我就感觉他可能心里面还是有我的 我就说我们要不就和好吧 先再走走看吧 可是越走到后来就慢慢地发现 他压根不让我进入他的世界 什么意思 我就想着我要不要和他的朋友们 一起玩一玩 咋的 我一跟他说的时候 他就各种理由拒绝 就不让我跟他们见面 我居然就平时出去玩的那些朋友 那都是什么朋友啊 就打牌一起出去打牌 一起出去打游戏 那干都不是正经事 但你去 哎哎哎哎 你的朋友都不是干正经事的 他就那些朋友 那我特好奇 那你那个朋友失恋怎么会找你啊 看电影怎么会找你啊 就是平时没多少次看电影 他就拿出来说嘛 你问你这朋友的事儿 有朋友 有朋友吗 有朋友啊 有朋友都没见过呀 见过呀 他就他见过不少朋友 就是咱们之间同学嘛 然后我跟那些同学关系都特别好 我们之间关系都特别好 都是铁哥们儿 然后出去玩 这么又一起的 然后有一些 那你这就诬告人家了 不是 他出生就那几个同学 他还有其他的朋友 我全部都不知道 哪什么全部都不知道 也就是就是出去玩嘛 你这事就算你 出去玩 然后就和一起 还有别的事儿吗 其他也没啥 你还想好吗 我之前觉得你挺好的呀 我感觉 他都经过上别的小事儿嘛 就没必要闹 你觉得他特纠结是吧 对啊 纠缠你是吧 你想见他爸妈吗 我之前是小的 他没让见 他没让见 我觉得那都学生嘛 没必要少人们走 对不对 不是 我没有别的意思 就是见一下也没什么事儿呀 就是看一下呀 人家不想 你还没明白呀 明白了 啥意思呀 就是 他就是 没我 心里面就是没我 对呀 你不是知道吗 你不敢承认对吗 但他每次 我跟他提分手的时候 他就是又 态度特别诚恳 跟我和好 然后我就心里面就想 那他到底是有没有我 然后就是这样 今天你是来寻找答案的 听听老师的意见 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 男生啊 我看到了场上的两个人 是这样一个关系 女孩一直通过任性来所爱 你为什么不关心我 而男方呢 一直信奉的是简单思维 放养 实在这边饿极了 给两口 然后你 如果你是我的闺女 我一定会让你离她远一点 虽然说年轻人身上 总是有些许的缺点和不足 但是有一些缺点和不足 是足以看出一个男人的病性 他对你的那种 即将分手的 最后的那种浪漫 总是让你眷恋 但其实他只是想把你先站着而已 养植物有两种方式 一种是每天浇水 每天灌溉 还有一种是等他快死了的手 我才弄点水进去 那只不过是让他暂时的透露出绿意 真正的浪漫 真正的浪漫是内心的温暖 但是他的浪漫 只是手段 他在整个跟你谈恋爱的过程当中 他都在考虑一个成本问题 你发现没有 他以最小的成本 来赢得你的情感 比如说 我能不花钱的地方 我尽量不花钱 是不是 对吧 我平时能不对你付出点温暖 我就不付出 除非你生气了 对不对 你的朋友越少越好 能不在你朋友身上花钱 对于他来说 是最大成本的节约 对不对 所以说当一个男人 在爱情生活当中 处处考虑到 对你付出的成本 然而他的浪漫只是手段 你说这个男人有多爱你 你就像那图书馆 用书包站着的坐 他只是想站着 但他未必珍惜那个位置 你不明白 男人愿意为女人花钱 并不一定代表他爱他 但是如果一个男人 根本不愿意为女人花钱 说明他根本不爱他 你在他心目当中是不止一提的 只有在你每次闹分手的时候 他才会暂时哄哄你 搂搂你 抱抱你 骗骗你 所以你还不明白吗 你在他的心目当中 不珍贵 那既然这样的话 咱找一个懂得疼自己的人 真爱自己的人 你说呢 就这样子 听明白了吗 听明白了 来我们一起进入那几天 喝古方红糖 真情六十秒 如果他要是 就是我和他在一起 这么长时间 感觉确实一直都是 我单方面的一直在付出 然后他的 刚刚老师嘉宾们说的 我觉得真的都是挺对挺在你的 我真的是要好好的考虑 我们现在这样了 就那我有可能之前 我就是有可能做事 不太在上心 那我愿意反省 我愿意以后就是 对你付出更多 更在乎你 然后我觉得也不用不要 就是什么分手什么的 我俩在一起其实挺好的 我也以后愿意 就是对你更付出一点 你说凭什么过生日 陪你一起都可以 花更多时间陪你 那朋友什么的 都可以不往来了 对吧 也就是 反正我希望我们俩 还是能继续在一起吧 这话听着特耳熟吧 有点耳熟 挺耳熟的 不是有点吧 只是场合不一样 回吧 回吧两位 回吧 来 请关门 好了 感谢一下 年轻恋人自己的选择吧 我们的爱情 到着 更尝